哈喽各位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 又是我杰力屋 我作为一个把所有的钱都用来买包的人 在买包的路上踩过的雷和注过的钱 那也是够够的了 所以这期要跟所有男生分享一下 男生怎么样买包才不会后悔 如果你是个子不高 买包预算有限 或者是追求保值不易过时的包包 还是针对不同的场合来寻包 那你一定要看这期视频 看到就是赚到啊朋友们 首先我身高173个子不高 所以跟我一样个子不高的人 你买包的时候得看这个包到底大不大 比如说像这种油拆包啥的吧 你上身背的时候可能没啥感觉 但是从视觉上看起来 就会把你身高压矮了一大截 显得你很矮很矮很矮 但是如果你180以上的话 就当我放个屁吧 那像我们这种这么大的包 买都买了该咋整呢 这时候你一定要调节你的肩带 把包身的位置正好卡在你的腰部以上一丢丢 从视觉上看来 你整个人的重型是往上挪了 就不会压身高了 而且会显得腿非常的长 整个人的比例高了那不止一点半点 那如果你身高没有那么高的话 可以选这种小包包 因为它不仅不会压你的身高 还会帮你把比例往上挪 大家看我上身就知道了 整个人的线条是非常的流畅 不会像背那种大的包包一样 把你的比例破坏分割 非常小包之后呢 整个人就非常的清爽很灵动 把你衬托的不是180 但甚至180绝了绝了 下一个预算有限的朋友哈 我觉得大家买包呢 肯定是买自己最喜欢的嘛 打个比方啊 比如说你看中一款两个块钱的包 但你手上只有1500的预算 咋整呢 你觉得说那我就从1500的预算里面 挑一款我还算喜欢的包 将就一下就好了 就我自己的买包经验哈 你买了那款备选的包之后 你并不会开心到哪去 反而还会心心念念那款 你第一选择2万块钱的那款包 每天在睡觉的时候啊 我的天呐 感觉有什么在咬你的心 痒痒的 上述情况的小表辈呢 见你倒不如啊 先把钱攒一攒 把你的1500攒到2万 我觉得延迟享乐 反而会收获更多的快乐 如果你预算有限 却没有目标要买哪一款包的话呢 那你一定要看下去哦 首先你一定要签确定你想买的品牌 大家可以翻翻不同品牌的官网啊 官网上都会写价格 可以比对比对 然后男生买包呢 我一般是比较建议买皮质的 多购买帆布的 因为如果你好好打理的话 皮质的包啊 它会越来越有质感 尽管随着时间 它会磨损啊 会变形啊 但是相信我 它会跟你的气质越来越配 那不是预算有限吗 同一个品牌 帆布尼龙的包呢 肯定要比皮质的更便宜哈 所以这个时候呢 你退一步 倒不如尝尝尼龙啊 帆布的材质 因为现在夏天到了嘛 轻便的帆布包啊 背起来会更加的舒适 那确定了价格和材质呢 再去看包型 如果你喜欢容量大 空间大的 那你可以选择这种油拆包啊 双肩包啥的 如果你喜欢小包包啊 不穷的容量大 只求那种好看啊 装饰性 那就可以选择这种帆布的啊 迷你的尺寸 还有这种特别耐磨的 尼龙材质的包包 这种包包啊 虽然看起来容量不大 但其实非常的能装 因为延展性钱嘛 可以往外撑很多 充电宝啊 卡包啊 车钥匙啊 啥的 通通都可以往里面塞 如果你买包 追求保值啊 不喜欢包包 背了一阵子之后呢 就过时了 那你可听我一记劝 千万别挑那种季节款啊 特征太明显的包 拿我最喜欢的雕啊 来举个反例 这个尼龙材质的腰包啊 一上市的时候 我去装柜看 好美好好看 跟绸缎一样 因为当时Dior19年秋冬系列的设计啊 就是用绸缎绑带的风格嘛 然后呢 现在一看 当时断面的设计风格啊 反而成了它现在out的原因 但我心裁的是啥 我买它的时候当时13000 结果呢 过了一个月 官网之间9300 新仓出售 还有一点啊 就是你们看 这两款虽然都是原同胞 但是新一季早秋 比今年款呢 多了这种和设计师联名的刺修贴布 所以等到冬季款上市的时候呢 这个早秋款也宣告着 可以推出历史舞台了 而且你们千万别听贵演说 这个包有多限量多难买 因为限量款对他们来讲 就是什么卖款 还有什么新春限量款啊 奇人节限定款啊 52077节限定款啊 等推广季一过啊 这些单品基本上已经和 莫文化上等号了 当然如果你不差钱的话 也当我放了个P吧 所以就求保持的小表辈啊 就挑每个品牌的经典款去买 一般现在的品牌像Dior Fendi Louis Vuitton等等等等 他们出南包经典款 基本上都不会太老气 如果你喜欢他们家老花的呢 就买这种老花 如果喜欢皮质的呢 就选这种经典的基础款的皮质去买 再拿刁举个例子哈 这种每一季都在出的 邮拆包啊 相机包啊 或者皮质和老花 翻不平接的新款啊 这种是没有季节款之分的包 因为你想吧 经典款基本上都是 每个品牌的客户 最最最最喜欢的 且销量最好的单品 他不可能说出完这季 就不出下一季了 而且不要赚上他 所以下一季只要接着出 你就找准了 每个品牌带有 经典元素的那些包去买 像Gucci的双击老花啊 马贤扣的射击 Dior的马鞍元素啊 Obelic老花 以及最经典的唐格纹 LV的老花啊 水波纹 Prada的尼龙包啊 或者是栽着这种 法郎灰镖的 基本上就是非常经典的包包 一年四季杯啊 都不会过时 最后呢 就是分场合调包包 我觉得很多包啊 好看虽然好看 但是你拍得上用途的时候呢 真是寥寥无几啊 这一趴呢 我们就根据 日常生活中使用场景啊 来选对的那些包 如果平时上班 出差工作的话 大家可以试试这种油柴包 因为它比较轻便 容量也大 脚本子啊 文件啊 基本上啥东西都可以忘年装 男生背油柴包啊 就相当的文艺 整个人啊 就是文皱皱的 带点书卷器的那种感觉哈 但是呢 如果旅行的话 我肯定毫不犹豫 选中双肩包 因为你得带相机啊 带充电器啊 什么巴拉巴拉的东西 这种单肩背的包呢 时间一场 肩膀会很酸很痛 所以这个时候 为了舒服一点 要选这种两个接待的双肩包 尼容帆布的材质也轻便 但如果你选皮质双肩包呢 首先自重就很重嘛 然后你再把一股脑的东西 往里面装 那岂不是雪上家说吗 还有就是朋友聚会和约会啊 我觉得这种小包一杯啊 呦 因为聚会嘛 就比较随意的 休闲的 不用带太多东西 这个时候呢 被这种装饰性的小包 简直不要太合适 又酷炫 又能点缀造型 真的有太多 太多这种小包了 平时呢总觉得没有宝贝 然后呢又不知不觉的买了一堆 发死了 好了 那这个就是我一路买包 总结下来的 男生超权买包指南 祝大家能买到心中的Dream Bag 如果这期视频跟你有用的话 记得要帮我一键三连 然后加关注 下期见拜拜